HELLO 各位晚安 我是博盛 那博盛待會要幫各位介紹是旁邊這一台Artist 那他是我們最近才上市強化版的一個車型 那待會博盛會依照我們外觀差異的地方 跟各位一一做個介紹 那待會把機器架起來 好 那我們把機器架起來 我們現在看一下車頭的部分跟以往有什麼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看到車頭底下的水箱護照 你可以看到這個水箱護照來講 跟以前的一個水箱護照的一個擺列方式 以前是一條一條的 那我們現在看起來來講的話 他像這樣一格一格的 而且上面來講有像黑色的我們的鋼琴烤器的一個樣式 那底下這是有我們的透氣孔 那這一次的水箱護照有點不大一樣 那再過來的話 他搭配我們是LED的一個霧燈 霧燈 那我們的車頭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這個車頭的一個擺設也不大一樣 那我們待會把燈打開給各位看一下 那再過來水箱上面 水箱的一個差異 我們可以看到水箱的差異 再過來是1 我們可以看得到這裡 有四條線 在我們的引擎蓋上方的話 你可以看到他的一個造型 有點不大一樣 有點不大一樣 有四條的一個 零線的一個設計 這就是導流的一個設計 那這次強化板在我們的水箱護照 還有我們的大燈 跟我們的引擎蓋有點不同 有點不同 那我把燈的部分打開給各位看一下 包括我們的霧燈 那我們這台車的話 他是豪華家的車型 我們可以看得到他的一個車頭的部分 我們用的是LED的霧燈 LED的霧燈 那我們也有日行燈 再加上我們的一個大燈 大燈是我們冰冰的一個乳素燈 冰冰的乳素燈 你可以看得到的 他的一個亮度是像這樣 我們的LED霧燈 LED霧燈 日行燈 包括我們的 我們的冰冰的一個乳素頭燈 他是魚眼的 魚眼的 那我們目前看到 這是他的一個大燈的一個樣式 那後面也給各位看一下 後面的部分 我們是LED的一個燈泡的設計 給各位看一下我們後面 那有開啟後霧燈 你可以看到很亮的 這個就是後霧燈 那包括我們的旁邊 我們的尾燈是LED燈泡的 尾燈是LED燈泡的 那我們看到這台的話 是有LED後尾燈只有單邊 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個就是我們的後霧燈 那我們旁邊這邊沒有後霧燈 只有單邊 這個是後霧燈 那可以看到LED燈泡的尾燈 好 好 那我們這台車呢是 我們的 車型裡面來講 他算是配備比較好一點的車型 那我們目前看到的這一款的話 是汽油版的 汽油版的 我們的豪華家的等級 豪華家的等級 那我們豪華家的等級 來講他有什麼配備的差異 還有過來就是我們的方向燈 方向燈旁邊他是有盲點偵測的 我們豪華家是有盲點偵測的一個設計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盲點偵測的符號 那在打開呢 我們裡面的配備有什麼差別 來 我們先上車 那我們這台車呢 他是 給各位看一下他的儀表板 他是屬於這種雙環式的 搭配我們旁邊4.2吋的一個 全彩的 的一個 MID的一個指示幕 旁邊是4.2吋的 那我們的是 雙環式的一個儀表板 那搭配我們這個音響主機 這一次的音響主機有點不一樣 他是Driver Link的 Driver Link的一個音響主機可以看得到 歡迎使用我們Driver Link的一個音響主機 他小心駕駛 使用路況 這一次的話這個主機是9吋的 9吋的 我們先看得到的話 他的 側面他是有盲點偵測 音響主機的話 這台豪華家的一個等級 他是有增加我們的音響 他是轉 改成Driver Link的主機 那我們到時候會另外做一個 Driver Link主機的一個介紹 介紹 我們可以看得到的我們的音響 9吋的音響 然後儀表板呢 是我們這個雙環式的一個儀表板 搭配旁邊4.2吋全彩的一個螢幕 那也是一樣 我們的跟車系統這個都是標準配備 看一下還有什麼差異的地方 目前看到的就是我們浩華家有盲點偵測 9吋的Driver Link主機 還有用的是這個儀表板 雙彩 雙環式的一個4.2吋的LED儀表板 那我們這台是有感應式發動的 感應式發動 單區很溫的 好 好那再過來的話我們外觀的部分 給各位看一下 那我們外觀的部分呢 他用的鋁圈這一次的鋁圈的樣子 有點不大一樣 他是用這個鋁圈 他這個鋁圈的話他是16吋的 16吋的那是十幅式的鋁圈 那我們這一次 阿提斯強化版的話 他的鋁圈 樣式也是不一樣 我們這次也採用的是 16吋的一個十幅式的一個鋁圈 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到的 你如果在路上看到鋁圈不一樣 還有我們這個設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差異的地方 那我們現場看到這一台就是我們 2023年的一個阿提斯強化版 強化版 現場這一台的話 他是屬於汽油版的 汽油版的豪華家的一個等級 豪華家的一個等級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的 那當然還有一些東西 他是有做一些改變了 那包括在油店的話 他的儀表板也不大一樣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的 包括我們的引擎的動力來講 不大一樣 那這一次的話 我們的懸吊有改變 懸吊有改變 我們前面是獨立式的賣花城式的一個 懸吊系統 那我們後面的部分 那我們後面的話 他改成這個 原本是雙A倍的一個懸吊 雙A倍的一個懸吊 那他的一個懸吊是有點不大一樣 不大一樣 那我們這一次有把它改成 後扭力感的一個拖一臂式的懸吊 拖一臂式的一個懸吊 他的懸吊是不大一樣的 給各位看一下 他這台車 2023年強化版的有差異的地方 給各位看一下 我繞一圈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台是豪華版的豪華家 豪華家的等級 他是有盲點偵測的 那我們這一次的等級方面有點改變了 那這一次是 阿提斯的2024年 應該算是2024年強化版的了 可以看得到的 這個給各位看一下 他這個年是算2024年式的 2023出廠的車型 懸吊的部分有都改變了 包括他的一些扭力的一個 剛性啊底盤強化等等之類的 平整化的方面都有做調整 那我們的一個配備的一個車型等級 也都有做一些調整 那現在現場的這台車來講 他是汽油版的 汽油版的豪華家的等級 那我們價格呢 這台車的價格 目前的售價是79萬5 79萬5 那豪華版的話是78萬 那汽油版的經典版是72萬5 那上去還有一個GR Sport的版本 他是88萬5 那油電的話也是有三個等級 那現場這台是汽油版的豪華家 本身的售價是79萬5 在這邊跟各位做個分享 那以上就是今天博勝 幫各位分享的 阿提斯2024年 2024年式的一個車款 他是屬於豪華家的這個車型 那在這邊跟各位做個分享 如果說覺得 博勝今天介紹的不錯的話 記得再幫我們分享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說 對阿提斯這款車有喜歡的話 有想要購買的話 也可以再加一下博勝的LINE 那我們可以私底下 幫各位來看怎麼優惠給各位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了 感謝各位的觀賞 那有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在我們底下資訊欄留言 那感謝各位的 晚安了 拜拜 拜拜